谨言慎行 很多人以为修心就是放弃正常的生活 其实修心是让你过上真正正常的生活 没烦恼、不嫉妒、不称恨的生活 这就叫享清福 所以,一个人没有这些烦恼的时候 脑子是多么的干净 内心是多么的纯洁 这才算是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要在家庭和社会 找一个相对干净、安静的修心地 因为很多人天天被人间知识 烦得没有一天能安静地下来 没有一天能让自己清静地 用佛法讲,很难从红尘中脱身 其实,人在烦恼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比吃不好、睡不着还要痛苦 因为精神上的痛苦 给人的心灵上制造了强大的压力 所以,没有心灵的安慰 没有心灵的平安 哪来的平安享清福呢? 修心不用找去处 八十田中要落户 修心修的是内心 修行修的是践行 所以,师父说 从基本的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开始 女孩子不接触不礼貌的事情和语言 男孩子不做流氓事 干净自己的内心 不看黄色电影 不玩黄色游戏 不听人家讲笑话 这些都是为人基本的道德品质 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 你就像一个动物一样 在游戏人间 所以,远离邪魔 邪心很重要 人不能自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对自己有利的话就讲 对自己没有利的话就不讲 也不管伤害不伤害别人 所以,人要有境界 要守戒 才能做到身安、心安 修行的环境安静了 嘴巴不乱讲话 叫口安、舌安 不惹事 不轻弯他人 自古以来 一句话可以把人家讲得跳起来 一句话可以把人家讲得笑起来 一句话可以惹来杀身之祸 一句话可以平安度过 不骄傲 意念不乱想 脸像更安详 你们不会看 每个人的脸像都能看出他的爱好 好色的人有好色相 称恨的人有称恨相 平安人有平安相 长寿人有长寿相 深安、心安、人平安 乱说乱听、心不安 一念干净、心平安 不急不躁、求平安 修行必须远离贪嗔痴 尊重不同的见解 不贪图名闻利养 你的善业会很快地增长 护法神会加持 菩萨会护持 你的学佛道路会更加地顺利 师父曾经讲过一个新闻 一对夫妻吵架 吵到后来 那个女的冲着她老公说 你有胆量现在就去撞车 那个男的一赌气就往外跑 那个女的追出去已经来不及 随后那个男的被车撞死了 那个女的后悔莫及 一句话就害死了一个人 这就是不学佛的苦 这就是不谨言盛行的痛 表面修行 真修实修 心底乐 无事无事无非 笑呵呵 平安是福 真快乐 因果非常可怕 修行 修行 切莫及功尽力 如果你修行修到后来 越来越觉得自己浅薄 说明你在进步 如果你修行修到后来 觉得自己懂得越来越多 没感觉到自己过去 所做事情的可怕 说明你接近高傲自大 无事节以来 我们无名太深 总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对人间的诱惑 自大的都认为自己可以降服 其实 修行最难的 就是降服自己的旺心 首先 降服的是自己 才能降服你的见解 才能真正地处理内心的轮回 修行的一些好奇心 好胜心 有的时候 甚至是错误的努力 和错误的勇气 都会给你自己造成障碍 犹如 总说别人 这样拜佛是不对的 这样念经是不对的 其实 你都不知道 这样是不是对的 你这样说别人 就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业障 其实 修行就是要学会 老实修行 听话努力 尊师重道 自搞一套 最后必定是害人害己 所以 佛法讲的戒定慧 其实就是戒靠自己手 定靠师父教 慧靠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 在学佛当中 以凡夫之心 做菩萨之事 最后一定会伤害自己的慧命 尊师重道 最重要 功高我慢 惹人笑 降福旺心 自己调 脱离轮回 菩萨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